哈囉大家早安 歡迎回來HGC Final場 第一組小組賽的最後一個敗部復活 我是今天的主播肥歐 哈囉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賽評Dino 欸你還是要用那個播報員的聲音是不是 那你要不要整場都用那個播報員 什麼播報員 我剛剛這個開場已經特別沒有CUE100元碎片的事情了 你感覺就是要我CUE我還是得接嘛 對不對 看我 沒有 這麼好的partner 那這一組對戰組合是 Team Expert對上 中國 SPT 對 SPT是中國錦1嘛 中國錦1也是他們唯一剩下的一個隊伍 因為其他兩隊CE跟那個BTG都在前面淘汰掉了 對 然後Team Expert是歐洲錦3 沒錯 然後你說 錦1對上錦3 但是Meta完全不一樣 對 然後歐洲是進 進兩隊嘛 歐洲兩隊都進了 所以 Fanatic Dinitas怎麼可能不進 所以是不是這個該 欸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第一組的對戰組合 前面勝者組是Blaistis已經晉級了 那SPT Team Expert接下來要搶最後一個位置能進8強 到底是 哪一個 哪一個隊 哪一個隊伍可以 你現在在問我嗎 對啊 在問你 我想一下 因為你剛剛好像也講到一半嘛 你覺得歐洲 兩個都進了 中國只剩一隊 我覺得歐洲兩個都進了 然後你這個第三名的隊伍 是不是 是不是 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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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一下 是不是該下去了 對啊 因為我們這四天的比賽也看了很多嘛 也蠻可惜的 很多隊伍已經 已經沒辦法再往前晉級了 然後 歐洲也進了兩隊 我記得北美是不是三隊都晉級了 以第二名的 第二名的那個位置晉級 嗯 對 反正呢 我覺得啦 比賽還是要 各種不同的隊伍 然後混雜在一起 這樣才有世界賽的感覺嘛 我們又不是來看歐美聯賽對不對 沒錯 感覺彷彿看到了 那個西方對決 然後再參一些那個韓國隊伍 對 算 算說 我覺得這個 這個機會好像已經不是屬於我們的了 但是但是 我相信那個 S.P.T可以打贏 對 但是幫我們 幫我們亞洲 多就是 再留個位子嘛對不對 沒錯 不然的話 比賽的精彩度會比較好看啦 對 就是要有一種不同的賽區嘛 如果都是同一個賽區的話 就很像 就有點無聊啦 對 就是 不喜歡就是都一個人的形狀啊 沒錯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S.P.T的 小組的介紹 我剛剛好像肥歐說 特別喜歡米莎卡 你幹嘛 你為什麼要抱我的料 我都沒有把你喜歡S.P.T講出來 沒有 因為剛剛S.P.T那個 那個真的太可愛了 他被導播也一賣 不過我們這次播比賽也很常被導播賣 我也不知道我們跟導播有什麼仇 不知道 早起的觀眾剛剛有沒有看到那個 那個回放 就是S.P.T的回放 S.P.T非常的Cue 就是自己在那個 就抖起來對不對 座位上跳舞 這感覺好像就是 抖起來以後 玩輔助的實力都大增了 所以以後玩輔助都要抖一下 學一下S.P.T的舞蹈 輔助就會玩得很好 阿嬤講的 韓國輔助他現在最欣賞 就是S.P.T 對阿嬤竟然都這麼欣賞S.P.T 然後他們 下次阿嬤主臥的時候就逼他 抖一下 對就是然後他們也晉級了 那肥歐要不要也給我們示範一下呢 你這個Cue 想害我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Super Perfect Super Perfect Team他們的名字 你覺得怎樣 欸我這個話題轉移的還不錯吧 因為我剛剛看到那個 Super Perfect Team他們的名字 非常的長 我覺得 稍微看了一下覺得蠻有趣的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因為現在有 就是 也是有分上半場跟下半場嘛 所以現在觀眾一定有 就是早上剛起床來看的觀眾 所以他們可能會不知道就是 我們那個說S.Worring的那個 你為什麼要把話題轉回來 VCR到底是什麼 完美了我們看一下 Team Expert的小組介紹 這個Nick 是個刺客位 哇就這樣子看到了 你有沒有看到他這個泡妹眼嗎 你等一下要不要學一下 你自己Cue自己 Bangin 是一個坦克的位子 那你怎麼看 S.P.T. 你不要管你支持哪一隊 我剛剛你已經講了你支持S.P.T. 你會想要讓 想要讓 想要讓中國有一隊在 BlizzCon下禮拜可以出戰嗎 對 但是論實力來看的話 你覺得歐洲第三跟中國第一 論實力 我還是覺得 今天看一整天下來 我還是覺得 S.P.T.耶 因為我覺得 Tim Explorer他們 有一些 有一些很 很飄很 新穎的那種戰術 但是 執行不一定到位 舉例來說好了 剛剛那場跟ST打 雖然說他們 整個套路上 就是選擇是以 就是影響 腳臂為主 沒錯 但是其實 也還是有讓ST繳到過啊 就是還是 前兩次 只有第一次繳到 然後中間都是讓ST繳到 對 讓 就是他們前面的節奏掌握得很好 可是中間還是讓ST喘息 也是有跟到20等 但是就是最可惜的就是 20等那一波嘛 就有那種功虧一虧的感覺 但是 但是這個也證明了就是 就是 就是T1這邊 在中間 還是 有沒有執行到點的地方 沒錯 而且剛剛 稍微看了一下 SPT跟Blixty他們的 對戰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其實表現得還不錯 跟Blixty打 可以打到將近 15、16分鐘 而且還是有來有回 差一點點 對 所以 那 你剛剛問完說 支持哪一個以後 我覺得我們 還是要 就是看完兩邊的 選教 對 其實角色都選完以後 可以再 再問一次這個問題 再問一次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看陣容 來覺得 哪一隊的這個組合 比較優勝 嗯 支持哪一隊是 是一回事嘛 然後看完陣容 又是一回事嘛 對不對 沒錯 這樣應該不會被說很強頭草吧 欸 其實也還好啦 也好 因為本來就是這樣嘛 比賽還是要看陣容啊 對 不然你怎麼 看臉支持 像我就是 看臉支持 Fanatic 對不對 像是 廣大的 廣大的女性粉絲們 那我覺得你真的應該要來示範一下 不過 沒有示範了 我們馬上接著要看 地圖的選Ban 欸這個就是不想讓Dino 如意 那第一張圖 布萊西斯實驗所 很少見啊 SPT選擇的 對 看來他們對這張圖 有一定的把握 因為這一個是決勝局了 嗯沒錯 我覺得星骸的 因為我本身其實也是一個很喜歡 星骸爭霸的玩家 那你什麼好像什麼都蠻喜歡 好你繼續說 你魔獸也很喜歡 魔獸整個是魔獸的謎 對對對 可能也是肥歐的謎吧 欸也是 這樣告白 我也是Dino的謎啦 喔太好了太好了 彼此彼此 彼此彼此 現在看到了這個星骸地圖 因為 少出現的東西我就喜歡嘛 那本身也有玩星骸 那看到這張地圖我覺得 這張地圖也是一個很適合 克羅米的地圖 那雖然說它是 我們的SPT選的 那 其實 但是克羅米很有可能會在這裡 這裡會出現 很有可能是TE會去選 因為 因為他們選了這張地圖 但是 又是讓說 就是TE TE的口袋 也剛好也適合這張地圖 所以這樣子 因為通常 SPT就是選圖的那一方 至少也是對 地圖有一定的 自己的一套嘛 沒錯 但是有很有可能就是 TE也 也 也就是 對這張圖 因為畢竟角色值 剛好跟 地圖有對到 沒錯 就是 剛好克羅 他們會擅長使用的 克羅米剛好這張圖 也可以使用 而且還蠻強勢的 對 那 SP這邊跟上一場 ST 不知道會不會有 一樣的思考 就是被賣迪文 但是 他們不是阿巴瑟 這張小圖 欸 是不是有做到什麼 那這張圖 其實也是很 還是 還是他們就是怕阿巴瑟的地雷 想出個什麼隱形教 我覺得應該是做功課 該不會跟 在台灣的時候一樣吧 就是出個諾娃 二雲之塔 太RAR 這我覺得這倒應該不會 不過我覺得現在這邊 有很多選擇 因為原式在這張圖很適合 那原式以外像 原式跑上下路 很 支援性非常好 然後現在麥迪文也是open的 然後卡爾洛斯 卡爾洛斯的 卡爾洛斯我覺得這張圖 滿有優勢 恩 因為下路就只有 那幾個位置可以 就跟克羅米的道理是一樣的 對 位置小那卡爾洛斯就好丟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克羅米也很適合 然後再來 就是 呃 射手跟 勇動機的組合 這邊拿出了 原式 原式 馬上講他 機動性很好 立刻選出來 Team Expert 這邊他不要搶人家太累 我覺得很有 很有機會 Team Expert會再選 泰瑞爾的組合 對我覺得泰瑞爾這邊 搭配原式 可以考慮就是 自己拿下來 那 接下來就是再 搭配 好比 恩 我覺得 這張圖輔助 輔助也是很重要 喔 這邊亮翼先選出來 穆拉丁 亮翼穆拉丁 這我們很常看到的 就是一個輔助 然後搶穆拉丁 對 前幾個波都是 雷加穆拉丁 就搶下來 這裡是選擇了 這個 精靈龍亮翼 沒錯 這個 手真的也是 燙起來60229阿 欸 這邊 又 又要講一個爐石梗 害我 害我 Lag一下 這個 60229這個我懂 好好好 大哥嘛 那這邊 恩 看你有沒有考慮無理八道 但是我覺得 泰瑞爾在這張地圖 是 在於搶祭 搶祭壇 沒有說到 那麼有優勢 那桑雅 桑雅一個單路角 桑雅一個單路角 桑雅喔這個故事真的是 欸又有故事了 Dino你的故事很多 可以講一下就是 桑雅這隻角色 我自己在玩的時候 我都會把他拿去打單線 然後那個訊號平台 就一定穩 像上一次就是有撞到阿嬤 喔 嗆起來了 又要往自己臉上接光 我那個時候 三波地圖機子 完全沒有讓阿嬤搶到手 好不好 但是我被他丟進去 零插罵 然後插阿罵 零阿插 那我那時候玩桑雅 是有被他用卡洛斯丟進去 就是訊號平台 丟進去被單殺了一次 所以這個也是卡洛斯在這樣圖 強的地方 但是卡洛斯如果選出來的話 有穆拉丁啦 他可能就是會去走單線 但是單線角卡洛斯 就像你講的 站不到訊號 沒錯 但是身為選手的Team Expert 會有可能會讓你丟到嗎 沒有啦 如果是選了穆拉丁的話 應該就是不會有卡洛斯 剛剛那個就是一個 一個場邊故事好不好 就想要講自己有戰道的那種故事 就對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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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C選擇BAN掉阿努巴拉克 這個是把他們的一個 場控控場多的坦克BAN掉 但是好像比較少 應該說沒有不是說比較少 幾乎沒有看到阿努 在這次的比賽出現 對阿努巴拉克也是一個 我的愛用角 又要說自己的愛用角 到底有幾個愛用角 是不是只要是 那個 鷹霸的角色 你都可以稱之為自己的愛用角 不是不是不是 好那這邊 我覺得BAN掉格雷邁恩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 因為就是 在於這樣 必須不斷的進行兌現的一個地圖 格雷邁恩的雞尾酒 是很好 一個一直做poke 然後給出傷害 對 很好分享給對面的人 雪兒的一個技能 你打到第一個 他一個扇形 對 後面的人也都要遭殃 就是乾了啦 那這邊的話我覺得 可以選一個 永動機組合 我覺得永動機組合 在這裡很不錯 就是 射手配輔助 那輔助的話我覺得其實 小護士也是很不錯的 小護士奧利爾 小護士奧利爾 小護士或奧利爾都非常的好用 沒錯 因為這張圖有很大的時間 要在下路做兌現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單線角 因為現在桑牙這邊 已經是確定出來了 單線角這邊 馬瑟 馬瑟 原本還在想說 有馬瑟、有里奧瑞克 立刻選出馬瑟 對 那 馬瑟、里奧瑞克 或是德哈卡 那他們第二隻輔助選的是 一個群體補助的 露西歐 沒錯 那露西歐 我覺得如果是露西歐的話 那就要看第五個 那個攻擊手搭誰 露西歐會帶動上下路 這個比較偏向就是說 跑線抓人 那 那我剛剛舉的就是 奧利爾跟一護兵 就是有 就是相對比較不會去線上亂跑 沒錯 對 那他既然選了這個 露西歐的話 跟亮翼其實都算是 好支援單線角那一路的角色 對 一個加速馬上就可以有一個輔助上去支援 或者是亮翼的飛 我覺得他們這樣選我比較喜歡 因為這張圖雖然說是兩路 但是中間因為遠 那 SPT選出的這個陣容就會說 不會說四個人跟四個人 一直在下路擠來擠去 沒錯 因為這張圖雖然說下路有很大 很長的時間都要在下路這邊做拉扯 但是 上路一有機會就是看誰的隊友 就是看誰的隊友支援快 嗯沒錯 那這邊 果然選出了克羅米 Timmy Expert 善用角 也是這張圖非常好用的角色 雖然說SPT BAN掉了阿努 但是 Timmy Expert這邊 還有ETC可以選 所以選擇了ETC 沒錯 但是我覺得ETC 因為下面他們 會需要一個彈 那他們這一手選擇ETC ETC是一個在於 訊號平台下路對線 比較少機會 往前Q的 的 情況 他是在 中後期會戰的時候 當然就是 就可以當成 原本的ETC的那個效果 但是在於前期對線 就是下路在互相拉扯的時候 除非克羅米有把 SPT的狀態拉下來 不然的話 ETC基本上那個Q 都是扣著往回來的 喔 那我們就看看 待會ETC 是不是都是 扣著往回 威力滑行是 保命用的 也是有機會啦 最後一手SPT 選擇的是 法師黎敏 這邊 蠻特別的 兩隊都選擇了一個法師 當後排 對 蠻少見的在這次的比賽 因為 相對的地圖也少見 那如果選了 比較少見的地圖的話 也會選出一些 就是比較少拿的角色 沒錯 兩邊都有點開大招的感覺 對 不過 黎敏這個角色 也就是 在所有的法師角裡面 也是一個 最萬用的 對 雖然 有說到擊殺你就有可能起飛 對 雖然歐美都 會去拿那個很特別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法師 麥迪文 但是 但是黎敏這個 還是在我們這個亞洲體系裡面 比較常出現的法師 沒錯 雖然說 麥迪文在魔獸裡面是法師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在音霸裡面是分類為專家 恩 因為他畢竟也只有一發Q嘛 對不對 一發Q 可是Q 我覺得他Q的確疊起來是真的還蠻痛的 對 會玩的真的是還蠻噁心 恩 然後他主要是一個功能性的角色 沒錯 那 看一下這邊 這樣兩個 嗯 兩義 穆拉丁 馬瑟爾 露西歐 黎敏 ETC 克羅米 雷迦 還有桑亞跟元氏 丁老師怎麼看 怎麼看 我覺得 恩 我比較看好SPT 咦 又是SPT 這樣也比較沒有那個倒戈啊 但是我也不是為了不倒戈而去支持他們 就是 就是我覺得 因為 恩 木拉丁就是猛 木拉丁神教 原來是已經信了這個小胖子神教了 難怪 這個也是SWOY的粉絲 妳說得 哇 國外的主播菜品他們 比了個愛心了 對 比了一個愛心的動作 那這樣子肥歐 妳是不是要 又想Q我 這邊是不是 要一起比愛心 不要啦 不要啦 我覺得尷尬 不是 我不是要說這個 我是要說SWOY的那個VCR 沒有 我忘記了我剛剛在吃早餐 什麼都沒有看到 我什麼都不知道 原來是這樣 那 那個好 說到陣容嘛 那陣容 我覺得兩邊 有黎敏 有木拉丁 木拉丁一跳進去 黎敏接一個光球 傷害極高 對 但是 但是我覺得 SPT這邊如果要打出優勢的話 他們還是以 陸修跟亮意的這種機動性資源 可能會 效果好一點 好 沒錯 那我們看一下SPT 藍方淺效的黎敏 Melody C的亮意 再來是米莎卡的 木拉丁 肥皂的馬瑟爾 SA的陸修 我覺得米莎卡的坦 玩得還不錯 你說米莎卡玩得米莎不錯嗎 米莎 米莎本人 這邊Tim Expert Kerson的雷加 Bad Benny的ETC 在Athera Angel的桑雅 這邊ADRD的克羅米 還有個Nick 在玩的是元氏 其實 SPT他們在於 之前的比賽紀錄是 未輸過任何一個系列賽的 但是結果怎麼在這兒 就直接進敗部啦 這邊不一樣嘛 他們是想要 那要怎麼講 逆 逆風而行 喔 是不是 相信這邊 有可能 極大的機率 可以晉級的 這邊雷加配合桑雅的旋轉 帶兵的速度真的是很快 但是 剛剛有個小細節 雷加這邊沒有做好 就是他點雙電盾 但是他剛剛 召喚出來的電盾 卻只有一道而已 就只有兩顆 明明有四顆 就這樣變成兩顆呢 對 兩顆被偷走 那這邊黎敏也是很無恥的 去進行POG塔 這個就是克羅米比較做不到的 因為克羅米他 他比較需要 就是去 我覺得他比較需要打在英雄身上 然後再配合ETC進一個 ETC跟元氏進一個擊殺 而且他最好還是兩招能接到 是最 打到最大的傷害 沒錯 那ETC這邊一樣也是 點一個奶牛爸爸的天賦 那 對於奶牛爸的天賦 在這張圖 他下面是有一個球池可以去掌握的 這樣子 他的那個奶牛爸天賦 也是一個很好的去完成任務 我自己玩 ETC我也是都喜歡點這招 對 我覺得比較有安全感 對 果然 果然你也是需要有一個安全感的牛啊 沒錯 不然就要變成烤牛 那你知道我的牛也都是點這個的 這樣我能不能給你安全感 呃 Dino 這一 今天一直在吃豆腐 沒有 我要 不是這個意思啊 不是這個意思啊 遊戲結束我要檢舉你 我們看能不能禁言 三等 使用禁言 克羅米他點出了一個青銅龍爪的天賦 那這個就是 就是普攻一有機會就是摸你一下 那我看一下如同預期 桑牙就是可以站住上面的祭壇 欸這邊要來Gank這個飛招 有沒有機會跑掉 沒有位移 怎麼就這樣子讓T1直接進行一個Gank 不是說好SPT機動性比較高 然後要多跑線 然後T1 我覺得這邊真的不好跑 因為四肢圍上來 你怎麼跑 對 但是T1這邊就這樣子帶著這個惡狼 直接硬推 哇 上路這邊亮翼完全沒有辦法守啊 亮翼就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家裡的門牙被打掉 那下路還好穩穩站著 這邊中路發生了一個小會戰 牛頭一個威力滑行 卡住了莫拉丁 亮翼飛過來 即時 還好 結果是莫拉丁 這個BOSS 驚動了BOSS 所有人都見證了他的出身 好上路換SPT站回來 下路則是 又被TIMISPER給拿回來了 這邊做一個祭壇的交換 沒錯 那 T1因為這邊有空檔 所以就先去開了 那個 巨人 那個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TIMISPER反而是 對這個 基地圖 掌握得比較好 因為這張地圖的傭兵 其實 復活得非常快 那你一拿到空檔的時候 你就去拿傭兵 這樣還可以幫助推現 沒錯 而且SPT這邊推現能力 沒有說很好 對 哇這個沙子 哇丁吃了幾大的傷害 袁氏1 血影席過來 沒有收掉 反而是露西歐這邊也殘血了兩隻 一起殘血量一下來做支援 真的 要殘血大家一起殘血啊 欸 不過在這個系列賽中我覺得 還蠻常看到就是 就是一個 克羅米配袁氏的這種 布拉丁 這個 中一套克羅米的傷害非常大 沒錯啊 這邊為了戰祭壇 克羅米在打傷害 是非常好瞄準英雄的 只要在那個圓圈裡面 瘋狂的丟W跟Q 我覺得 是很容易中一套 嗯 SPT不能靠機動性去 帶動節奏跟優勢的話 那勢必 TE這邊就是會 會壓得很死 我們看一下這邊桑雅 默默的從後面過來 哇這木拉丁 哇這持著滿臉殺啊 桑雅騎著小豬 想說我要來Q這個木拉丁 然後結果 他還沒到的時候 木拉丁就已經被擊殺了 他又騎著小豬回去 這個 馴耀平台感覺 累積的速度有點快 那第一波 蟲竹很快就要 就要進攻了 哇上下路被 佔頂了 喔這個要塔殺了嗎 馬瑟兒 被一個傷害Q 非常痛 然後雷加直接收掉 上路塔要沒有了 露西歐上來偷偷採這個塔 也沒有機會 百分之百的蟲竹team expert這邊拿到 我覺得剛剛馬瑟兒在說 This has come 我覺得馬瑟兒一定 一定是 吃到了什麼 東方神秘獨奶之力 我剛剛看到聊天室不得了 有人出現了 是 是 請問是哪一位 哪一位 這個我們的 集奶先生 一講話馬瑟兒手不控制 手無法控制自己 哇 不過 在這裡 那個 te這邊是沒有進行 跟推的動作 他們是 就是讓蟲竹自己去推 其他人則是去進攻 亮翼下路的那個方向 上路 還好馬瑟 這邊 輕 輕蟲竹 還是可以 但是這邊下路 要被gank了 哇木阿丁真的出不去 木阿丁在手 我家的過程之中 又被收掉 那個克羅米 不是我在說啊 的傷害很痛啊 連一個木阿丁 還是把它收掉 我覺得 SPT的木阿丁 顯得沒有像 team explorer這邊來的亮眼 team explorer這邊的木阿丁 明顯用的比較好欸 因為前面幾把每一個 都是team explorer 木阿丁去發動攻擊 這個ETC 一個滑行 亮翼被卡位 亮翼這邊是沒有大招的 還好 沒有被收掉 但是吃了很多傷害 收 反而是收掉了這個牛頭 木阿丁 沒錯 黎明起飛 有沒有機會起飛 但是我覺得 Timmy什麼這邊跑掉了 這邊狀態非常好 木阿丁 那這樣子的話 雖然說死了一頭牛 但TE這邊快要有大了 沒錯 這邊TE快要上十級了 而且 克羅米已經有大招 SPT除非單抓 不然的話 就是要 真的要避得遠遠的 先吃線為主 因為這邊 這邊這張圖 就只有兩線路途 你落後防 你很難去追經驗 兩線再怎麼讓你追 你還是比較慢 沒錯 想收這個 露西歐 哇我覺得他如果打那個BOSS 說不定可以 收掉露西歐 他打BOSS 然後去反彈的話 對 我覺得在掌握優勢以後 TE這邊 靠著原式的反彈吃王 原式的反彈吃王 真的是非常噁心喔 特別是這個大天使 這張圖原式非常好吃王 而且他們有十級了 如果 不要搶 SPT 硬要搶的話 還可以打贏會戰喔 還好SPT是直接退掉了 但是我覺得他們在那邊 還好啦 那個兵線也沒有到那裡 可以去吸經驗 原式就是在於先 在這張地圖先選的價值 這邊就體現出來了 因為搶這個大天使機器人 真的是非常的快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整個節奏都在 TE這邊 然後上十集 帶著一個大天使的BOSS 然後又有克羅米的優勢 因為克羅米這邊 遠遠的放招 SP 根本拿他沒有辦法 哇 那訊號平台這邊 又要即將開始充能了 這個時候 要趕快先把這個BOSS打掉 這個BOSS雖然說 他攻擊的很痛 但是 他的血其實也不厚 所以 守住他應該也是 沒什麼問題的 這個亮翼在上路 有一種 發呆的感覺 因為他沒辦法 他不敢往前 去吸經驗 這就是兩線路 小地圖 很虧的地方啊 對 終於 沒有讓拳拳流 這麼噁心了對不對 可是我 就是覺得 他們要趕快上十集 比賽比較好看 沒錯 這樣就單方面 又要拿到百分之百的充足 你看亮翼 亮翼有點 他沒辦法 他只能等兵線進來 哇這個跳水 直接跳了一個空的 非常的華麗 非常的華麗 看起來 這裡我們 T已經三礦滿營運了 SPT這邊 因為用了前期的士兵營戰術 所以人口也很落後 沒錯 克羅米的那個球已經吃滿了 那看一下 喔這邊而且還是帶著巨人跟度鴨 一起進攻 哇這波要是 就是跟剛剛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直接進行更推了 這邊雙 呃終於 SPT也上十集了 有沒有機會 在這個 喔直接 恐雀開屏 他這邊想要針對 但是亮翼已經率先出局了 原始拔刀進來切兩個 就是切法師 又切又切 這邊反彈 反而莫拉丁收掉原始 可以 但是這個蟲族大軍 不給 不給利亞 沒有 還是繼續在這邊打內塔 不會吧 還沒有十分鐘 這 這次要帶走了嗎 我覺得這個很有機會喔 我覺得這個真的有機會 哇這個蟲族大軍 真的是不給面子 直接 收掉了SPT的亮翼 然後又把內塔打掉 欸 然後聽Espers這邊贏了 這鬼戰 靈敏喔 不過他 因為我原本想說他應該會點正波 但是因為他還是看到 他點的是烈光波 對 他是看到牛頭沒有點跳舞嘛 所以他才去 牛頭點的是一個跳水的技能 可是點烈光波 又要很小心被原始直接反 就是招架反彈 反彈到死 等差 來到兩等 然後兩線路途 SPT要好好思考 他們要怎麼把經驗追回來 不然這樣的話 打不到後期 對 喔這邊 這個蹲點 可不可以蹲到原始 但是他們 忍者 哇這個E有點空 空在一個原始旁邊 讓原始訊息順走 沒錯不過 忍者剛剛也是一個很機靈 就是有先用Q來探草蟲 沒有直接FaceTrack 沒錯 有技能探草 就用技能探草 那這邊 T這邊要抓著優勢 繼續去推塔 因為畢竟他們 有兵線上的優勢 所以他們可以再 以一個反向推進的方式去進攻 這邊想要抓牛頭 但是牛頭有跳水喔 而且隊友 只要把所有的控場技能騙完的話 他就可以跳開了 欸 這個 木拉丁就一個空跳 牛頭一個扭聲 閃過木拉丁的泰山壓底 而且這邊就 怎麼就這樣子開屏了呢 沒錯 這個 這有點浪費 我又 平坡屏障 我 這 開了兩個大招 有點浪費 什麼都 什麼事都沒做到 還輸人家一個天賦 那 這樣子的話 下一波的地圖機制開啟的時候 spd這邊會有兩個人的大 大絕還在進入cd 而且這個大天使 哇 又哪一個boss 木拉丁跳進去 吃到了一個沙肉 這邊亮意吹風 有辦法嗎 我覺得這邊太可惜 跳水跳四個 沒有馬克爾的大 沒錯 這邊少了大招 怎麼贏這個會戰 元氏爽切 因為沒有陰波屏障 全收 一換五的會戰 差了陰波屏障 跟差了那個 馬瑟的大絕 這兩個真的差太多 不然的話 剛剛在那個 這麼密集的情況下 是還有得打的 沒錯 這麼密集的情況之下 而且元氏開了 那個 榮茵文字 完全沒有任何阻礙 也沒有陰波屏障 他就一個爽切 對 而且 雷家的先有治療 都是 沒有放出來的 所以 其實也不用指望 SPT可以 就是殺到人 因為 雷家都還 安安穩穩在後面 扣著他的大絕 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那個苦痛王魂 在前面一個會戰太早開 木拉丁 進來 暈到牛頭 可是他又吃到殺肉 整場就看到 木拉丁吃殺肉 就飽了 陰波屏障又開下去 強行救人 又想追上路的內保 可是會掉的喔 元氏在後面 騷擾後排 馬瑟被收掉了 莎雅現在很生氣啊 元氏被黎敏的烈光波收掉 但是黎敏有沒有辦法起飛 喔能不能從後面 哇這個是一個 強化時間的冰箱啊 這個 這個要不要收 這個克羅米很危險啊 跳水跳進來 跳一個空大 先祖治療直接給了黎敏 家藥沒了 家藥沒了 又收掉量益 大天使在打內保 還有一堆蟲竹 要不要回家手打一波了嗎 我覺得這個沒辦法了 米莎卡 木拉丁 這邊要不要回家 13分鐘 GG 這邊team expert 拿下第一局的勝利 這個 我有點尷尬 這邊原本 Dino Dino不是說好 SPT 這邊 實力強 然後陣容又贏 怎麼就一面倒 而且我看到苦痛王魂 很可惜 每次開起來 然後隊友 隊友的那個陰波屏障 都沒有放到他身上 然後還有一波 是一個 空大的感覺 因為那個會戰沒有打成功 沒錯 被team expert拉掉 在於前期的控節奏來說的話 一方面是克羅米真的很準 就是他 招式也都有放到 我覺得他也不是說真的準 他就是往那個圈裡面丟 也是啊 一個W一個E 就是往木拉丁 因為木拉丁他身為坦嘛 他必須要把那個祭壇採回來 然後克羅米就直接消血 因為他知道亮翼跟露西歐 拉血的速度比較慢 對 然後兩隊 就以木拉丁的操作來說的話 其實也是有差 沒錯 真的還蠻有差距的 因為木拉丁看他 空一好多次 蠻可惜 對那其實我覺得 可以考慮就是直接ban木拉丁 因為本身T1就是 就以他們前面的經驗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們是一個很會用木拉丁的隊伍 沒錯 然後那如果自己使用的不如預期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要不要ban他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因為本身有陸修跟亮翼的 就是一個是全球流嘛 然後另外一個是高機動性 可以帶加速移動 的陸修 對 然後如果能夠配合木拉丁去做gank的話 才有辦法去控他節奏 不然的話 因為他們是一個 也是一個清兵線慢 沒錯 但是我覺得 看前面這場比賽來看的話 反而是機動性高的 是TeamEaster 不管是他們下路在打會戰的時候 商雅要下來做資源 或者是上面商雅被壓的時候 原式上去做資源 感覺整體隊伍的配合 是歐洲這邊做的比較完美一點 對 我覺得歐洲這邊是用一些 呃 用像牛頭這些 就是他們用他們比較慢的速度 然後可是還是一樣就是 帶節奏 對 還是一樣帶到的節奏 然後在於控 就是整張地圖的控場方面的話 也是歐洲這邊做的比較好 沒錯 不管是打傭兵 還是在戰機制 然後跟迎天賦就是 蹲在你們家草叢附近蹲人 沒錯 我覺得 SPT這邊有一個讓我 不太好理解的地方 是他們自己 選擇了這張地圖 可是 因為我剛剛就在想說 因為我不太懂 為什麼他們要選這張地圖 因為選了 應該要有自己一套打法 那顯然他們這個陣容選出來 就是要靠 Gank 那Gank沒有做好嗎 不過卻立於到了 立於到了T1 因為T1擅長使用克羅蜜 對 好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 十二打十四這邊 精彩的replay 這邊就是一個 兩個大決都沒有的情況下 原是在一個 沒有壓力的情況下直接砍 沒錯 這邊直接 開舵 舵死了三隻角色 然後迅尼希回來 又收掉馬瑟 馬瑟一個孤苦無助 沒有吃到陰波屏障 對 他在一個沒有人保他的情況下 他還可以單一一個原事 就做到這麼多事 沒錯 我覺得這樣子 就你剛剛講那個先祖是沒有起用的 對 我覺得這樣子有點太超過了 就是 他在 他這一場 就是以剛剛那個會戰來說 他本身是沒有帶樂口裝備 完全沒有人support他 他一個人可以做到這麼多 沒錯 那 接下來緊接著下一張地圖 又是諸厚之墓 那SPT選擇的 我覺得 我剛剛會對於他選布萊西斯的疑慮 大部分來自於克羅米 那 我現在 選擇 他選擇的諸厚之墓 諸厚之墓也是team expert 會使用克羅米的一張圖 對啊 而且 就以剛剛打ST第二場來說 馬法里恩 馬法里恩克羅米進行騷擾 我覺得 我支持 我支持 NPT但是 我 非常 看好耶 嗯 不是不是 我非常不支持他們這個選圖的 喔 不支持他們這個選圖 但是我覺得他們可能就是 這張圖比較有把握 說不定會選擇個塔薩達的陣容 對 但是我覺得 他們的兩張圖都是 就是讓 有點讓對手得力的感覺 就是他們的選圖 都選在對手的口袋子 那這樣子的話 te 既可以first pick 就是先判先選 然後 又可以 好像地圖是自己家的感覺 沒錯 我覺得他們應該又會想要 ban坦克 然後自己拿一個坦克 我覺得拿木拉丁的概率真的很高 那 他們如果是先判先選的話 我覺得 要不是 要不是ETC 要不是原式 但是ETC跟原式又是他們 也都會的英雄 沒錯 ETC原式 而且 有一場用的太熱 也用的非常好 對 我覺得 就以氣勢上 還有這個 一連串下來 我都覺得 TE這邊 好像 優勢很大 優勢很大 看會不會ban ETC 因為他們前幾手 都是想 都是先ban ETC 對 前幾手都是先ban ETC ETC原式塔薩達 但是塔薩達應該會讓給 HPT去ban 那 如果不ban的話 他們 他們既有 木拉丁 那 原式 克羅米 麥迪文 就是很多我覺得 還有麻法 他們就是走一個騷擾 腳前流 沒錯 我覺得因為 因為他們本身的口袋詞裡面 就有一個讓 讓 其他對我畏懼的麥迪文體系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像ST在打 Timmy Sper 兩場都是直接ban 麥迪文 對 那 Timmy Sper 先ban掉 札莉亞 看起來是對 SPT剛剛打 Blistics 的鐵三角陣容 有所防備 對 還是防備一下 就是對著會用 可是這樣的話 SPT就好多東西要ban 這個一定ban不完的 我覺得 就以看他們想要用什麼陣容 然後去ban掉 就是 他們會 懼怕的角色會比較好 喔 欸這邊是喊暫停的嗎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切了個畫面 但是剛剛在切畫面之前 也是有看到他們亮麥迪文嗎 沒錯 我覺得 有可能會ban 麥迪文 麥迪文這張圖 支援性也很高 對 只要開門就可以做騷擾 用Q 沒錯 用他的Q去做騷擾 也是非常非常的像蒼蠅很煩 我 欸不知道菲尾妳知道 我一直都很喜歡麥迪文這個角色的 感覺了出來 你只要講到麥迪文 你的榮光煥發 閃 眼睛閃爍 因為我覺得這個角色真的很有趣 但是 好像他們剛剛 開防出現了一點問題 所以應該是 感覺是重新在 應該還沒開防啦 還在選角色 應該還不是開防 對應該是要 要重新臉回去 那 那我覺得麥迪文這隻角色 真的是看操作者 玩得好的很噁心 玩得不好的 就整個是開門進去送死 對 我覺得他跟 然後Q到20幾都跌不起來 跌不滿 他跟閃光有點像 就是 就是那個操作的程度會影響很多 沒錯 但是我 為什麼會更喜歡麥迪文是因為 因為他在數據上就是以 就是整個遊戲然後單排玩家的角度 他是一個勝率最低的英雄 然後可是閃光 閃光不見得勝率會低到谷底 可是 可是 我覺得這種就是 麥迪文最低的英雄 然後還可以在 比賽上受到尊重 我就是覺得 很不錯 但是我有看一個數據是 麥迪文在高端場的勝率是很高的 他只是在一個大環境 全部都在的 全部的 那個 數據都算進去的話 他是一個勝率很低 所以就很明顯可以看出這隻角色 真的是很看操作者 對 所以我才喜歡這樣 就是他 就是很有趣 就是 你有技術的人才能玩的啊 就是看不起我們這些地段 喔 這邊先選擇了塔薩達 騷擾性足夠 能給視野 對 然後20等無限噁心的執政官 對 一個後期很強 那 不管他們是要點執政官還是點牆 如果點牆的話 那就 那應該就是他們的CCG比較少的情況下 那這邊NPT我覺得 可以再考慮的是穆拉丁 就是 除非他們真的覺得穆拉丁不行 那好歹 穆拉丁跟 跟 ETC 也拿一個 那 如果都不拿的話 我覺得 就沒有什麼好彈可以選了 對 除非他們要學粉類 還有卡爾 還有卡爾洛斯 學粉類TIC走套路 紅河怪 對 但是我覺得 亞洲這邊的隊伍 比較少 會有 這樣子的打法 沒錯 都還是跟著META走比較多 對 如果這邊直接拿一個雙狼 雙狼組合的話 那 很有可能會被對手封鎖坦克 原是雷加 那 有可能他們會不會想要拿泰瑞爾 因為我記得SPT也是會使用泰瑞爾這隻英雄的陣容 對 那T這邊很有可能就會拿穆拉丁 然後 任意的輸出或者是 恩 我覺得亮意在這個時候能夠拿不錯是因為他可以去針對 所以 原是 那剛剛SPT這邊雙狼組合 是 直接就是 拿了其中一隻狼 老狼 然後再配合原是 因為老狼跟原是這個組合就是 確保了那一口奶 先主治療 對 然後因為他有開啟他反彈的時候 比較好奶起來 對 這個是一個容錯率 提高容錯率 喔 這邊是 穆拉丁閃光 哇塔薩達達閃光 歐洲最擅長使用的兩隻角色 對 那這個閃光體系跟 原式的套路 就要在這邊 好好的來比較一下 那感覺 Tim Expo就是 有穆拉丁拿穆拉丁 目前為止看到的就是 只要 有可以 選穆拉丁的機會 可以選穆拉丁他們都會選穆拉丁 而且用的還是蠻好的 對 目前為止 好像沒有掉漆過 他的槌都很準 而且 泰山壓頂開戰時機也壓得非常好 沒錯 那SPD這邊 哇這邊要 判掉了 那個 麻法里恩 原本要練月火術 然後一個沉默 麻法里恩 做騷擾 但是我覺得就算他不 被麻法里恩 由塔薩達跟閃光去做祭壇上的騷擾 就已經足夠了 嗯 那 被麻法里恩的話 至少是 讓他們那個推薦壓力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大 因為麻法里恩如果強化月光 那他在這張圖也是一個非常快 就可以解滿這個任務 親線非常快 而且 就剛剛講的 穆拉丁玩得這麼好的情況下 穆拉丁一個槌 或者是穆拉丁一個跳 然後麻法里恩接一個糾纏虛 跟他們的combo 在打ST的時候顯現得非常完美 沒錯 我覺得這邊可以考慮ban掉泰瑞爾了 這樣不要讓無敵八道再出現 沒錯 這招他們剛剛也用過 我相信他們也知道 對 但是 就看你要不要ban 但是他們這邊ban掉的是 ST剛剛的陣容 對 我覺得如果 他是ban掉葛雷麥恩 這邊選擇 泰瑞爾 然後 因為ST剛剛是使用 葛雷麥恩 進行閃光的收頭 是收得蠻漂亮的 畢竟閃光的血少 原刺還有 葛雷麥恩進去收閃光 我現在有幾個角色在腦海裡面 有一個是 有一個是克拉丁 但是我知道 我覺得克拉丁可以不用那麼早拿 因為 克拉丁等16等百獵拳 是很好針對閃光的 沒錯 他是一個針對閃光的角色 但是因為 對 對手 不太可能拿克拉丁 所以他們 不用急著拿克拉丁 而且他可以留一手 對 他可以留一手 作為 待會兒的 一個大招的感覺 對 而且如果是克拉丁 可以用七星閃 去對付莫拉丁 不過 我覺得莫拉丁現在這麼硬的情況之下 七星閃 感覺 不好說 只能踢中他一個 有可能閃光都已經衝進來 對 這邊選擇ETD跟 莫拉來斯中衛 我覺得ETD這個是可預期 因為剛剛就有說了嘛 就是莫拉丁跟ETD 大概就是左右兩邊各拿一個 如果沒有被ban的話 那我覺得他選小護士啊 是有點防止對面選的感覺 嗯 對 因為對面如果再拿一個小護士 這是殺不死的一個 一個陣容的感覺 我覺得SPD這邊選 那個 ETC有好有壞 因為 因為如果他們不拿太瑞爾的無敵八刀的話 那這樣子原式的容錯率低 但是如果選太瑞爾 就是組成這個無敵八刀 會變成說他們 比較難留人 就是前面 STU 沒有個INCC 對 就變成說很仰賴那個環卡位 這樣子就變成閃光的 閃光很滑溜 對 沒有人攔得住他 他可以去針對小護士 我覺得這個ETC 這邊拿 讓 讓 這 這 就要看等一下發揮了 到底是 那個無敵的價值 還是這個ETC控場的價值 哪一個比較好 沒錯 在這個沒有小護士輔助的情況之下 TeamExplorer這邊選擇的第二個輔助是烏射 然後 最後選一個後排黎敏 哇 TeamExplorer還是 真的是很喜歡法師耶 我覺得 他 不管是要選黎敏 還是要選克羅米我都覺得 就是 以他們這隊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個黎敏跟克羅米 都是 都是OK的 沒錯 接下來 SPT 剩下最後一個選擇 還缺 這個選擇我覺得 如果能夠有一個稱單線的角色 會 更來的適合一點 那 嗯 這個應該不太可能再出庫羅網 因為 如果選泰瑞爾的話 在 清兵線的壓力會大一點 但是這樣子 這樣子 會 跟元氏比較搭 如果選擇 嗯 喬安娜 喬亞 喬亞的話 比較怕閃光風箏 選擇維拉 這邊是雙輔助 雷加 跟護士 然後保這維拉 然後先煮治療 看保誰了 看誰比較吃資源 對 我覺得選維拉的話 最擔心的一點就是 直接被 被閃光針對 對 被秒掉 因為 因為 這個 我們 在前幾場 ST那個區有看到 被針對的維拉 真的是 非常容易 只要一個沒有保到 就非常容易 就會直接陣亡 沒錯 而且他們 這邊選擇的輔助 是雷加還有 小護士 對 我覺得這樣子 有一點 雖然說 維拉也是好打 閃光的角色 因為她是一個 普攻 或者是她Q流 其實也是蠻針對閃光的 其實 等一下看一下 就是 他們的發揮 我有在想說 如果他們 因為 因為我 我原本一直在想 這個克拉星這個角色 克拉星這個角色 他可以去 對付閃光 然後 不管 如果他不點七星閃 如果他點 聖域長的話 也是有機會 就是可以把 把維拉救起來 對 把輸出救一把起來 但是他們選護士的話 我覺得 嗯 這就是看他們的 口袋子 我覺得選護士 選 克拉星也是 也是都可以 但是 選護士的話 那這樣子 穆拉丁配合 閃光的進攻 又可以 我覺得是 比較可以多一個目標 因為 相較於克拉星 護士是更難以 就是逃生 如果在一個霧區 穆拉丁突然跳出來 配合閃光的進攻 護士絕對是來不及 除非 除非雷加先祖給護士 可是這就有點太浪費 對 如果真的這樣給下去的話 勢必 SPD會戰 會不能打 沒錯 少一個大招 把一個關鍵性的大招 給了護士 那 維拉這麼薄 然後 原是這麼 這麼需要先祖的 兩隻角色 對 就非常的危險 怎麼辦 我怎麼看到這邊覺得好像 好像要下去了 這邊 Dino覺得 SPD要下去了 看完陣容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比賽快要 快要接近 這個小組賽快要接近尾聲了 沒錯 SPD究竟有沒有 機會 手下這一局 然後再打下一局比賽 因為如果1比1的話 還可以再打一場 但是如果 這局輸了 就真的 這個 TeamExpert 競技 雖然說站在播報的角度 會比較希望2比0 但是 站在精采度的話 還是希望可以打滿 好 那我們比賽 進入 SPD藍色 潛效維拉 Melody C 是原式 Misaka ETC 肥皂 則是拿雷加 SA 則是玩小護士 右邊 紅方陣容 這邊 Curson 是烏射 Bad Benny 是穆拉丁 玩得真好 Atheros Angel 是閃光 ADRD 是塔薩達 Nick 則是拿黎敏 In the blue side Super Perfect Team 這個剛剛Dino開場 就問我說 這SPD他們全名是什麼 我就說 Super Perfect Team 他就說 這個有點中二 我覺得Dino都在講 別人的那個 那個什麼對名很中二 欸這好像我很會批評人家取ID啊 我覺得中二就是 就是穩 我們看一下分線上 兩邊都在中路交火了一下 不過很快就分開了 看這個閃光一個針對 針對著維拉 上來就是一個W 雙電盾喜兵真的就是快啊 就是雷加的一等天賦 基本上現在雷加大部分都是點雙電盾 這原是有點危險 訊息回來 恩原是這種滑溜角 我覺得就是 在一點危險的地方 應該還可以接受 難抓啦 除非這個閃光有大 然後跟他的那個擋招 招架用過 哇喔喔喔喔 欸怎麼就說你滑溜 然後馬上就殘血了 第一杯水就這樣喝了下去 喔這裡 閃光的大 不會吧 就是我剛剛說的情況 除非閃光有大 跟他招架用過 就可以收掉 馬上原是 為什麼你就這麼的 不信邪 人家就在等你啊 喔注意喔木阿丁還沒有跳 喔木阿丁 從頭到尾都扣著他的跳欸 因為我覺得 因為牛頭剛剛的 震沒有那麼早交 我覺得他剛剛在等 木阿丁跳 然後這樣才有辦法直接就是 斷他的跳 把震回來 但是 木阿丁也是 一個 也是很懂了 對兩邊都在扣招 對他知道 你想震我下來 我就先扣著等 沒錯 這邊 看一下 兩邊 進入到一個儲蓄 跑線 然後 找機會的一個階段 清兵能力 SPE這邊 還算可以啊 沒錯 這邊有薇拉 木拉丁 還有雷迦這邊 進行清兵線 喔這邊有反鑽原是 又被存一個 又被閃光收掉 又是你原是 我只能說這木拉丁真的是 卡位跟錘子 錘得非常準 但是如果原是能扭一下 說不定還可以救 欸不過我 或者是等7等 雷迦有進化 我真的很想問 為什麼 不被木拉丁啊 木拉丁 你看這兩個擊殺 我覺得 喔雖然一個是閃光給予的 但是 Teen Explorer 木拉丁真的是玩得很好 沒錯 這木拉丁 我覺得他錘子真的很準 很少空過欸 沒錯 而且很少有隊伍說是 真的是 有木拉丁 就必選木拉丁 因為 因為有時候 隊伍都會看情況嘛 就 雖然說木拉丁常出現 但是不見得會每一次都選啊 對不對 但是Teen Explorer是 目前為止是 真的是完全就是 一有機會 能夠拿木拉丁就拿的 這邊還偷偷繳掉 雙方都繳到20 20 幾乎是20個寶石 那這邊有點 我覺得 SPT這邊 節奏有點被打亂了 分線有點亂 我這邊開啟了招架 那護士也不敢靠得太近啊 就是遠遠的乃你 韋娜 喔這裡韋娜 哇 這個護士也沒有拿起來 韋娜直接吃了一個賣衝炸彈死去 那個量太多了對不對 護士沒有辦法及時的給予保護 喔牛頭一個繞背 但是這個 一個繞圈圈啊 雷加利用自己雙電盾 沒錯利用一個空檔 圖騰好朋友一起吃野 雙電盾一等的招 這個閃光真的跟蒼蠅一樣 反正他就是普攻 普攻然後又可以疊他的 等他的大招 沒錯 哇這樣子的話 感覺 哇 這個當一個義工 奇怪 這邊有意識 我覺得Timmy這邊意識非常好 他知道雷加不在 一定是Total在幹什麼 對就是知道你那個雙電盾 然後 所以很明顯就是從這裡 跟前幾場就可以看出 就是歐洲隊伍對於地圖控場 哇我真的很不想要整 就是賽區就是變成歐美的形狀 就等我們 我們下禮拜播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歐洲第一跟歐洲第二的對戰 然後什麼什麼 我覺得這樣子的比賽 真的會變得比較無趣 雖然說歐美的選角是 比較多變 哇這個威力滑行 這個有 蠟丁原本要跳進來 有被彈到 拿一起來 哇這個脈衝戰 差一點又收掉這牛頭 還好小護士直接拿一起來 但是第一波之王模 是TeamEspur這邊繳出去了 下路門牙已經沒有人 能不能擋住這一波攻勢 四肢在下路 欸 薇菈不要走得太前面啊 哇剛剛那個薇菈好像要直接 就這樣把穆拉丁給清下去 我都嚇傻了 哇這個 還好是在一個內圈 而且小護士是有能量的情況 還好這邊打之王模 速度還可以 還算快 那這邊 因為TeamEspur直接轉攻中路 中路 中路只有袁氏一隻 袁氏還有一點點的 血量損失 哇袁氏在擋這個 織網模式非常的困擾 沒錯 哇吃了 吃了 全套的Q 黎敏的Q 整個半殘不行 你說每一發祕法飛彈 都可以這麼燙手的 就是打在對方的臉上嗎 沒錯很難啊 但是袁氏就吃整套 哇袁氏直接在空中被敲了下來欸 這一個袁氏 需要回去再多 多練一下 我覺得 如果袁氏 是這樣子的情況 哇 牛頭身上是有20塊錢的啊 牛頭往前一滑 但是閃光一個回溯 沒有造成任何的傷害 這樣子的話我 Tipsurber這邊已經久等了 快要上10集 沒錯 而且我覺得他們可以 做騷擾 沒有沒有 不會讓SPT繳出去 畢竟他們這邊 有一個塔莎達的優勢 還記得牛頭這個peak嗎 我覺得 我剛剛就在想 就是泰瑞爾跟牛頭 這兩隻角色的 有好有壞 我覺得袁氏如果 真的都沒有辦法 好好輸出的話 那 是不是真的有那個 泰瑞爾的這個必要 還是說這個牛頭的控場 有辦法可以彌補這個 沒有無敵 但是我覺得牛頭也 自己本身算是一個蠻軟的彈 這牛頭被捶到了 他的威力滑心 就是往後滑 就我來看他的威力滑心 滑出去了 感覺 他自己就已經快要 快要被穆拉丁還有後面 那個黎敏 被他們黎敏啊 閃光啊 輸出到一個快要殘險 所以我覺得這個牛頭 要選得出他這個角色的價值 因為 不然的話 不就選個盡聖結界 這樣還好一點嗎 算說就是 就是沒有CC技能 對 但是有CC想控這個閃光 閃光還是有回溯 如果沒有即時能殺死 又有一個威力滑心空掉 這一場這樣子 算下來已經兩次了 哇 這個 覺得這 這兩場 米莎卡有點異常 沒有表現得很好 沒錯 那閃光這邊 這邊 過來牛頭 針對這牛頭 他的威力滑心 又被彈回來 這個時候是沒有直接給上他大學的 這個剛剛是 大招能量振波 把牛頭給彈回來 現在是 TIMXP這邊上了10級 十字勝者能量振波 塔莎達還在選擇他的大招 然後無射是聖 聖頓數 分開覆蓋的大招 結果是 執政官 那牛頭這邊偷偷繳出藍隊 終於繳出了第一波之網膜 他們同時也上了10級 SPT 上了10級 喔這個點的是醫療艇 醫療艇有沒有要跟你玩智商 醫療艇是不是 嗯 某一場 印象有點深刻 飛到主跑 但是這張圖真的太小 我覺得不能玩那一招 那一招危險 這張圖真的是 嗯 對於想要偷拆這種事 哇 快點跳進來 這個薇菈 小護士牽著 沒問題 繼續做輸出 這個綠光罩頂 我問你怎麼死對不對 這邊 還是有可能死 欸不好說 這邊差點就要被Dino給拿起來 沒有沒有 欸 其實我發現TINGXPORER這邊也很綠欸 納奇斑馬綠色 然後 薩弗拉斯烏色也是綠色 然後還有這個清蘋果國王 好那我們看一下之王摩 欸 之王摩這邊還在繼續的推 我們還要在討論這個綠綠的 綠綠的Skin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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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那 之王摩還有的推 但是 這塔感覺 下面這裡 下路雷加37 一個寶石 你要不要跑 欸躲掉了 還好 這還躲 這筆錢 可以啊 莫拉丁要把它敲掉了 從你們我的錢 37牛頭 過來撿啊 牛頭牛頭 有有有 全撿 這個威力滑行回來 身上54顆寶石 那個莫拉丁一直在敲那個牛 所以這個貪殘的牛不要靠過來 這個 你還好 還好 這邊 這邊 雷加就是往上跑 沒錯 我覺得他知道自己就是跑不掉 雖然他已經盡力扭了 但是 這個殘血狀況之下 剛剛還吃了一個塔的傷害 對 他知道他自己要死在哪裡 對不對 他這邊有溝通 就一個零的轉移 他就說蜜莎卡你快點下來拿我的寶石 37個寶石 對不對 沒錯 死了以後就看到戶頭就跳了起來 對不對 雖然自己是 雷加自己是已經破產 但是牛頭已經豪野起來了 沒錯 牛頭在10分鐘的時候獲得了一個安全感 Ritch起來 沒錯 他10分鐘 也成功變成了奶牛爸爸 所以這樣子 雙輔助再加牛頭奶牛爸爸的天賦 這樣基本上 有一個三奶的效果 但TimXper這邊趁那個空檔 交出了第二波指網膜 下路感覺已經不飽了 對 因為這波指網膜是真的很難去阻止的 欸牛頭60元 不要衝動 哇 這個60 哇你現在是一個 神戶牛等級的啊 不能亂 那個亂炸 這60可以繳一波指網膜欸 這很 這很虧喔 小心喔 沒錯沒錯 那看一下 這邊 SPT需要趕快的去處理其他路的指網膜 TimXper一直利用黎敏的光球 一直在磨損這個下路的外塔 外塔加上雙胖 已經順利的清掉了 SPT順利到了13級 那 這樣子的話 這一波推進至少都沒有推到 內路 內兵營 那這樣子 SPT還有機會就是 這個木拉丁 利用這個時機點 臉炭槽 還好沒事 傷害都 這個輸出都不在身邊 沒錯 這個忍者怎麼就這樣掩太草了呢 上一場在那個布萊西的實驗所 TimXper這邊的忍者就有用飛鏢去探草 但是 他也沒想到 諾拉丁就蹲在自己家草叢 沒關係我相信這一次 FaceTrigger以後他應該都會 110個庫存寶石這裸落在外 好想趕快拿去銀行裡面存起來 有沒有機會SPT存錢啊 我怎麼覺得有一種預感要 要海嘲 要海嘲了 喔 閃光這邊蹲得很有耐心 想要斷 我覺得有一種海嘲感你知道嗎 喔 這邊直接插在閃光身上 訊息直接 順過來 但是 TimXper也不會讓你那麼簡單 就 就繳掉這錢 真的啊 這個 神護牛我自己要吃啊 沒有再跟你轉賣的啊 哇 這個感覺是一個 這個原式殘血 閃光想要收頭 打在中衛身上啊 沒錯 他這個大招是丟在中衛身上喔 那 維拉危險的 但是吃到一個淨化 還好 這個大光球是沒有吃到的 還好即時給那個進化 不然這個莫拉丁垂到 維拉真的非常危險 再拖下去要上16囉 牛頭被割人控場 原式刷過去 但是 這邊又吃了很多招 還是殘血狀態 維拉開啟掃射 逼退對方 想要讓 這個真的是護國神牛 70塊 哇 繳出去了 這個瞬間從神護牛降級成 我可以感受到 評價牛排 我可以感受到米莎卡選手 鬆了一口氣 哇喔 終於把我的錢存入銀行了 叫出第二波織網膜 SPT 他的那個身價瞬間就變成那個 非常的平民 沒錯 這個從神護牛等級一個 降級到一個 美國牛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說美國牛不好 組合肉 這個夜市組合肉 喔喔喔喔 這個組合起來的 可能還混了一點 那個雞肉還是豬肉 看起來肥歐真的是 對美食很敏感 我就很討厭吃那個夜市牛排 因為他就吃起來 就是一個組合的感覺 那這邊 需要一個16 喔 錘子跟彩都空了 不過畢竟 還在給尊重啊 還沒有16 沒錯 這邊上他們在追擊閃光 閃光在跟原事 跳恰恰 原事被打到一個殘血 欸 原事剛剛是沒有招架的嗎 不然我想說 怎麼就這樣給人家射兩個蛋夾 他招架用過了 他招架用過了 對 肯定的 不然的話這兩個蛋夾這樣免費射 不然他招架開起來 閃光可能還是殘血 但是這沒辦法 原事又再跟閃光 閃光這裡準備囉 原事吃了一個進化 再繼續再跟閃光玩 閃光拿了塔薩達的護盾 我就不怕你 閃光射的對象 好像就只有一個人一樣欸 因為他一開始從頭到尾就覺得這個原事好抓 我覺得這個 這個準星 有點 針對阿 怎麼應該是原事 比較針對閃光的 畢竟他有個招架 但是這一場看起來就是一個閃光 這是在針對原事 這是一個時機嘛 就是 你沒有 你沒有招架 其實從一等的那個擊殺 就是這樣子 這個閃光 就是一個timing的control對不對 沒錯 剛剛終於是看到Bad Benny一個空槌 想要槌原事沒有槌 注意這裡16等了 16等想開戰 原事群騎駕在 有沒有要凶一波 這個跳躍 矮人飛躍是被斷的 威力滑行 哇這個先祖沒有來起來 閃光等很久了 閃光黎敏要開秀了嗎 哇這裡 的牛頭也是慘遭 擊殺被擊殺掉 這樣子錢又噴光啦 這一波原本是想要上木阿丁 木阿丁的矮人飛躍已經被中斷了 沒錯 但是卻被反打 但是因為原事卡的那個位置 它被暈 它被暈住了之後 吃了一個進化 但是閃光它的那個脈衝炸彈 還是丟在原事的身上 這口老奶 如果再快一點的話 戰況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沒錯 就那口老奶沒有奶上來 哇這個直接踩在黎敏身上 黎敏還有一個二層的血量 這個閃光整場秀到爆 最後還收掉維拉 沒錯 那這樣子在於一個 主力持續輸出陣亡的情況下 這個內保應該是守不住了 沒錯而且這個 一個 一個會戰這樣子輪流 輪流 輪流失去成員的話 其實 又不好打 還要等 還要等維拉復活 對 這個是一個死亡時間的間隔 沒錯 這訊息過去但是 原是你這樣出去行嗎 閃光閃光在裝子彈 五發裝子彈 哇 原是一個訊息的 也是勇敢 沒錯 原是是不是又要飛啦 真的又飛了又飛了 又想針對閃光 但是閃光有一個塔薩達盾 他他他 還好他扣著他那個 招架 他以為是草船借鑑 就是想要貼到眼上 然後子彈就全部都就是 我把我的子彈帶回去 然後轉賣是不是 可以換成寶石 沒錯 因為其實就算塔塔在很遠的距離 他還是可以給護盾 給到閃光 因為他七等點的是那個距離 沒錯 然後 呃 無色也是可以及時 強行不給你交錢 乃到閃光 那這樣子原是 硬是要跟閃光打的話 他還是比較吃虧 44塊莫阿萊斯送出 喔這邊 看起來 得到一個喘口氣的機會了 SPT 有辦法再撐到20等嗎 我覺得這3等級 好 2等半 真的有點難撐 但是好歹 把地獄機制交出去了 那 再怎麼樣 應該也可以上到一個19頂吧 那TV是不是已經20幾了 我覺得遠遠的 遠遠的 離開穆拉丁 離開穆拉丁 遠遠的 原是拔刀開剁 什麼 他就是被閃光一個收掉 閃光 原是就這麼個飄渺嗎 這個先祖還真的給小護士了 因為雷家表示 小護士我補你 雷家表示 小護士你補我 我先祖也給你 我們兩個一起拿起來 然後全隊一起陣亡 我覺得我完全在原是身上看到 什麼是帥一秒的影子 就是出場直接說 我是賽亞人的王子 然後下一秒直接被打飛 沒錯 這樣子真的還蠻可惜的 如果那個先祖能給原是 但是 我覺得 太莽 太莽撞了 因為他們的 隻網膜才剛叫出來 對就是 然後人家是20級 怎麼會 原是拔刀 一言不合 拔刀開剁 就想剁那個閃光 是不是因為整場被閃光 針對得太不爽了 氣極攻心啊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真的要忍耐 因為隻網 朱厚這張圖 如果要打到後期 還是有可能的 沒錯 就是剛剛 閃光被無射套了一個護盾 回縮套了一個護盾之後 直接把全部都收掉 我覺得拉到20等 可能還有一點困難 但是你這波地圖機 交出去好歹 一等絕對拉得到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只要再撐一等 就可以達到一個平天賦的情況了 所以 嗯 整體而言 我覺得 雖然說我這一波 預測好像 好像是失敗了 沒錯 原本 原本 開場先說好 SPT應該可以晉級 拿下這一局 相當可惜 可是 就以這兩場看下來 我覺得操作實力 是真的有落差 沒錯 就看兩邊的莫拉丁跟元氏 對 都是有落差的 就是今天這幾隻角色是左邊選 然後今天這幾隻角色換到右邊選 然後可以看到明顯的操作落差 尤其是那個牛頭 完全是 牛頭跟莫拉丁完全是 陣容交換 對 在陣容交換的情況下 然後 就 我覺得這樣應該算是可以 還是 沒錯 就完全感受到兩邊 選手的實力差距 對 小細節的處理 那我 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話 也是輸的比較心服口服 沒錯 就是 直接 不是自己的失誤 也不是陣容選不好 完全就是 有一種被教育的感覺 沒錯 而且 說真的 歐美的閃光真的用的 蠻好的 剛剛就是看閃光秀整場 而且元氏跟閃光跳恰恰 然後就看閃光在那邊秀 對 他就是洗大招 然後再把半空炸彈丟出去 而且 就以 因為2比0嘛 就以這兩場來說 連續兩場 不管是什麼陣容 就是 就是陣容都不提 就是 聽Explorer這邊 在前期 都一定可以拿到人頭 沒錯 前期 在 在走 跑線 GANK 都可以拿到人頭 但是我覺得 很多時候 是那個元氏 有一點失誤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嗎 這元氏 第一個失誤就算了 可是你剛復活回來 你立刻又鬆一顆頭 還不到三四秒的時間 沒錯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Team Expert Bad Benny的賽後訪問 為什麼你選擇 你們選擇去遊戲二 我認為為什麼他們選擇 因為今天我們沒有玩得太好 以前我們玩得太好 我認為這是一個更好的 但今天我們的表演 並不是最好的 所以 我認為這是一種原因 他們做的 他們也會覺得很信心 是 GAME2 你肯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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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是 這件事 這件事 是 這件事 是 這件事 我認為 這件事 100% 的 我們 如果我們 不贏 但 Digentel FNATIC 當然 這件事 是 這件事 我認為 這件事 是 這件事 很好的 這件事 這件事 我覺得 這件事 是 這件事 是 是 做得到 做得到 準備 我們 一件事 的 誰會選擇 Dignitas VP 我認為 我想要玩两个人, Fnatic,因为他们是玻璃,我没有准备他们快速, 好,好,有好一期,我能够待会见到你上的BlizzCon stage,恭喜你再次。 这就是我们看到8个人都已经成为了数这些小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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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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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